燃星搏击,欢迎来到武术研究所 在我们关注的UFC击倒的这种视频之后呢 大家会发现组合拳是具有丰富的欺诈性的一种搏击技术 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组合拳的一个原理在哪里 今天我们通过三个例子为大家解析UFC赛场之中出现的组合拳的欺骗技术 OK在刚刚大家会发现 刚刚用出了这样的一个组合 首先仰攻头部 然后呢实际上对方的这时候所有的注意力会放到头上 这个时候打击下腹 如果你打中之后或者打不中也好 那么接着对方的注意力在下面的时候 接着再打回上面打一个摆拳 这个时候一般来说通过这两下 上下上 对方多少都会重一拳 先看一看这些东西 看一看这些东西 这准备 去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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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wed right into that high kick I mean what a beautiful combination sensational 去腹部 然后准备 去腹部 第二种呢我们来看一下前后方式的嘴炮呢是一个反架选手 他是右架在前 当对方递前手拳的时候 然后他微微后撤 同时 后撤的同时打击 用他的后手去打击对方的面部 这个是需要很强的一个距离感 同时像拳击中的梅威瑟也经常用这一招 对方打拳 对 同时就打中了 后撤的同时 后撤腿的同时 对方打拳 后撤腿的同时已经闪开这个拳 同时打击 然后跟一个摆直 摆直 碰碰 然后很容易冲 中创对手 所以呢刚刚看的一个事例 是在 搏击选手在搏击过程中 先打直拳 对方抱堵 抱堵 这时候他的注意力 大部分在前面了 然后呢当对方一放松的时候 从底下来一个勾拳 或者是从侧面来一个摆拳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动作的组合拳的安排 更接近于左右的一个安排 那么以上讲的三种方法 大家对于搏击赛场中 如何安排你的组合拳 有没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加微信 实用行义的PE 进入我的学员群